本讲所要探讨的问题 是21世纪大学教育的新挑战与台大精神 首先我们要掌握21世纪的大趋势 才能因应大学教育的新挑战 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三大趋势 是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以及亚洲的崛起 要探讨这项议题 必须从全球化的表象与实质两个方面来思考 全球化的表象 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连结性 日益密切 管理学大师大前言一说 现今的世界 可以说是无国界的世界 欧盟的成立 至今已有27个会员国 造成民族国家终结的现象 但是这些都是作为结果的全球化的表象 如果只从表象来探讨 不免局限我们的视野 我们必须从作为过程的全球化 来分析全球化的本质问题 从现象的发展过程 极其动态的变化 以及以多元论的基础来解构中心神话 就可以看到多元多样的世界图像 从1928年以来 特别是在光复后台湾历史激流中的台大与台大师生 正如在花莲秀姑囊西操作前进 在政治力与社会经济力的激流中逆流而上 坚持教育的主体性 由于历任校长的努力 为历史激流中的台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大在威权统治时期 坚持知识分子的风骨 不屈服于权力的掌握者 在台湾经济发展之后 台大像企业募款 但并不像资本家卑躬屈膝 面对全球化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与高科技时代 以及亚洲崛起的时代的来临 21世纪的大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我们看到坚持教育主体性的台大精神 在21世纪再度弘扬 而台大近年来在教学与研究 齐头并进的努力 皆是有目共睹 台湾的地理位置与人文风土有其优越性 台湾也是从17世纪以来 汉民族海外移民最大的岛域 是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世界岛 台湾的人文风土很特别 它的主调是以中华文化为基调的多元文化 具有丰富的内涵 而台湾在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中 居于关键性的地位 让我们期许以人文精神来唤醒 民族的灵魂 引导21世纪大中华的崛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